会修行的 从这个地方修行 真正这个我一解放了之后 什么是我呢 一切众生都是我 不逼别人承认 自己承认 自己回归了 好像是佛经上有个比喻 把自信比喻作大海 论言尽上 佛在论言会上 讲这个比喻 自信是大海 每一个众生是大海里 起了个水泡泡 众生迷了 以为这个水泡泡就是自己 不知道整个大海自己 觉悟了是什么 觉悟着水泡泡了 水泡泡了 原来大海是我 大海里面所有水泡都是我 但是呢 在水泡里头的时候 他很执着 他不承认 我承认你 你不承认我 祝福菩萨 承认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 众生不承认 我跟佛菩萨一体 不承认 不承认就有烦恼啊 你有分别 你有支柱啊 承认之后 你烦恼没有了 为什么 分别没有了 职责没有了 到齐心中念都没有了 你就真的圆满的果报了 心的 自信里头 智慧的相 完全现前 现前是什么样子呢 现前还是这个样子 你一再留到人道 看到现在 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迷了 那这个世间 还有没有灾难 有灾难 灾难怎么来怎么去 你全清楚 你在灾难里 会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 为什么 它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亡 一切有威发 如梦幻泡眼 这一点没错 你受不受这个灾难 不受 大家看起来 佛菩萨跟这个灾难 是同样都在受 实际上他不受 为什么他不受 他没起心动念 怎么受 其分别职责的人 有受 没有分别职责的人 他就没有受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发生大死 没受 什么境界里的 他都没受 阿罗汉还有受 六道里面的东西 他不受 他见识翻那段 他不执着了 这六道里的这状况 他不受 四圣法界里面 他受 人要是生到 祝福的 四圣法界 四圣 跟六道 是远近 不同 六道远无 四圣 是净土 如果再向上 生到 施暴徒 那就是 施法界里面 在施法界里头 不受 施法界的 果报 诸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当中 不受 由此可知 受不受的 关键在哪里 在起心动力 都是一念 就是你 能不能放下的念头 只要有念 都是忘念 佛大臣教里面 讲真念 真念是什么 真念是无念 无忘念 这叫真念 妄想分别 职者 都叫忘念 无忘念的人 到哪里去了 到施暴徒 去了 超越施法界 忘念没有了 因为他有 忘念息息 忘念息息要断 但要时间 多长的时间 《大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三大二三七节 那这忘念怎么断 每一法子断 只有随他去 息息 古人用 沉酒的瓶子 做比喻 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瓶子 沉酒的 酒到干净了 一滴都没有了 闻闻还有味道 那味道 你没办法把它除掉 只有瓶口打开 放在里 放个半年 一年 自然就没有了 就这个道理 我们无事无名的息息 没法子断 就那种息息 多长时间呢 三大二三期间 他没有了 自然没有了 那个息息没有了 射暴徒就没有了 所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佛没有说 祝福射暴徒 另外 没说这个话 所以 十暴状元徒 也是虚妄的 我们在想的 一无无事无名息息 才有什么好途 有妄想分别 才有方便有余途 有妄想分别 再加上执着 那就有六道的 凡神通知徒 这怎么来的 不是真的 因没有了 果就不现了 假的 所以金刚经说 梦花泡饮 这不是真的 这些金教 我们常常听 常常熏悉 是要长时间 时间短了不行 听个一遍 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不够啊 为什么你还是放不下了 听到哪一天 哎呀 恍然悟了 不再干傻事了 傻事是什么呢 分别执着 就傻死 哎呀 我不再分别了 我也不再执着了 你就挣骨了 你就解脱了 那么佛教 就是这样出现 于是 是同体大悲 无缘 大慈 到这个世界来 教化 教化众生的 光山 道教啊 我们把这个柱子 这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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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佛为 悲悯 三界 这一切 众生 这三界 就是指的六道 六道里面的众生 非常可怜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这所以出现于是 辞阵表明 如来出现世间的崩坏 这崩坏是什么 我们现在常常说的 它有什么目的 它有什么歧途 崩坏就是 是这祝佛如来出现在世间 它的目的 它的歧途 帮助六道众生 觉悟啊 帮助六道众生 回头啊 这就是 它的目的 这就是 它的歧途 法华今月 祝福世尊 我亦 亦大肆因缘故 出现于是 这大肆因缘是什么 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历苦的路 苦是什么 苦是六道轮回 苦是舍法界 帮助这些众生 脱离六道 脱离舍法界 舍法界流道 假的 不是真的 在这个里头 迷惑造业 受苦包 干这些事情 全是糊涂事情 后面 这一句 这个 这个 聂尔老说的好 世尊所为之 大肆因缘 即 宣说弥陀愿力 普渡众生 借归到这个好 接归到无量寿舍 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就是要讲无量寿舍 其他的 附带的 这是主要的 为什么呢 这个法门 能 普渡 一切种子 其他法门 都有特殊对象 做不到 普渡 唯一有无量寿舍 普渡 像法华 华言 他的对象 上上根 不是上上根 不弃吉 这个经典 上中下根 通通的读 所以 极乐世界 开由司徒 不是一徒 你适合 哪一种根基 你就往生 哪一徒去 他统统都有 光山 岛教 欲针 群某 这就是佛教 在这个世界 他的目的 现在人常喜欢问 你目的何在 有什么歧途啊 这一句话就解释了 光 明也 大也 光也 有这个意思 光大 光明 普渡的意思 山是开的意思 道教 指正道 实教 这不是一个邪道 不是一个邪教 这是正道 它是帮助你 步步步高深 回归自信 让你自信 就本具体 无尽的智慧 都能向好 都能够 无有障碍的 行事出来 跟祝佛 如来 无二 无别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祝阿弥陀佛的 时报 专业 我们感 阿弥陀佛的恩 人 信德 无尽 出生无尽 无尽信 德里头 有核心 这个核心 就是爱 就是感恩 中国古人 明白这个四世真相 随中国自古的教训 我们要感恩 不能藐视 我们认为 我们的老祖宗 比不上现在的人 错了 这叫大不孝 大不尽 我们认为 老祖宗的社会 是封建的社会 是专制的社会 他真专制吗 他真封建吗 封建两个字 什么意思 什么叫封 什么叫建 什么叫封建 你搞清楚了吗 真正搞清楚 你用恭敬心 来称赞 没有搞亲身 随便这种 亲事的心 冷言 丰刺的这种念头 来看古人 你造的这个罪业 就重了 我们做古人的书 知道中国自古以来 是什么样政治体制 制度上 是封建的 是帝王 专制的 是制度上的 不是 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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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圣贤的 社会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教育 是圣贤 教育 古人念书 读书 志在 圣贤 你看这个教学的宗旨 多清楚 多免 为什么读书 学圣 学习 希望做圣人 希望做仙人 中国几千年来 这个国家长治久难 传统的文化 这样优美 是什么 圣贤教育 教出来的 我们今天自以为是 瞧不起古人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怎么样 跟那个时候比一比相差太远 这什么原因 我们在造罪业 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 严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识罪业 我们今天自以为很难 就天天在造罪业 造罪业 哪有不受古报的道理呢 很多人问我 法师的 这外国人讲的 2012是真的是假的 我说是真的 我不是从科学上讲 也不是从这些 预言上讲 我所根据的是根据现在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 他想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干的是什么 我从这方面来观察 如果我们的隐行 思想 都是违背人离道的因果 这个麻烦可大了 老祖宗教导 教导我们 佛菩萨教导我们 现代科学家教导我们 都是一个意思 言语不同 意思完全相同 近随心转 我们居住的环境 完全是从人心 来做主宰 人心善 没有一样不善 人心不善 就没有一样是善的 我们现在人心是什么 贪嗔痴慢的 齐心动念 损人利己 这还得了吗 孝提忠信 离异廉恥 仁爱和平 没有了 从念头上都没有了 齐心动念 全是自私之利 全是明文立扬 这还得了吗 所以我们是从实际上来观察 这个社会 是太平盛世 还是一个乱世 还是一个乱世 是成平世界 还是一个灾难的世界 我们从这看 清清楚楚 明明代表 我们很感恩 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祖宗圣贤的教会 遇到大乘佛法 把事实真相了 逐渐搞清楚 搞明白了 知道现实的环境 应运温 我们走佛菩萨的路 居而不明 我们有能力 人人都有这个能力 超越这个灾难 在这个灾难里面死亡 身体死亡 身是有生有灭的 灵性不灭了 灵性不断往上提升 大灾难当中 死亡的人很多 每个人去处不一样 大不相同 我们走的是哪个道 佛道 成佛之道 历史都自在 都快乐 我们不但不走三卧道 人天道 我们也不走 甚至于 圣文元教菩萨 四圣法界 我们也不去理睬它 我们今天凭着无量受监 得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我们直接走 无上佛道 随着教 是教学 是教化 真实的教会 正道 是教 老居四十 即祝福之教化 总之 世尊 一代世教 八万四千 发门 故知 光山 道教 即 广迅 如来 金发之意 走这个路 是行菩萨道 我们 能不能走呢 能 人人都能 现在 在这个世代 因为 我们自己业障太重 不要说别人 说别人 我们的罪业就更深 我们要记住 祖师大德的教会 谭经里面 六祖教导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个要学习 这句话 现在我们能听得懂 为什么不见世间过 世间没有过 这是跟你讲正话 为什么说世间没有过 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 你记住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他哪里有过 那过从哪里来的呢 过是从我们自己 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的反应 里头有妄想分别 支柱 这个就是过 所以 古人讲 行有不得 返求助己 这个倒就有道理了 过不在外的 在自己 我只要把心态修正过来 跟祝福菩萨一样 你就看到 世间没过 你就入了佛境界了 你就过菩萨的生活了 哪有过呢 恢复到我们正常 正常是什么 正常是清净心 能大师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本是清净 清净心是你的正常 你心不清净 不正常 你有病了 你看我们这个经 经题上 指出修行的 最重要的三个纲领 清净 平等 这是我们的真心 修行 就修清净心 平等心 平等心就没有差别了 一切万法跟我平等 我在一切万法里 心底清净 接受佛陀的教诲 明白了 就耳耳不明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得到了大臣 得到无量寿 得到庄严 大臣是智慧 无量寿是正能 庄严是向好 全得到了 都在经题上 这不仅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 因 清净 清净 平等酒 国 大臣 无量寿 专业 都是自己 自行 本聚 不从外求 所以我们每个人 只要你自己真的觉悟 真的肯发心 你来做菩萨 发心做菩萨 洪护 我们要听话 荣乎正法 教化众生 可是你得听话 不听话 你不能成就 听谁的话呢 佛菩萨的话 佛菩萨教导 我们 夜门深入 常识 寻修 你就成功了 谁教你呢 从前是经典 依照经典就学习 现在人呢 在这方面 好像比古人佛报 好像好一点 现在有科学技术 有电视 有网络 有光铁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修习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其二不识 我现在知道 有同学很用功 很精进 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 圣尼 他成功了 他成菩萨了 真的 不是假的 你每一天听光铁 这最方便 一天听十个小时 听上十年 没有不开悟的 每一天听十个小时 其他的时间 念阿弥陀佛 把妄想分别指责 统统放下 你这种修行方法 你会得定 你会开智慧 一切实 一切处 你都可以做得到 无论什么 无论什么环境当中 都是道场 一定要办个佛学院 这个不太可能 我们也从前是有这个愿望 希望办个佛学院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 在一起修行 这么多年来 我们知道 这个语言 不成熟 做不到 但是 每一个人自己发现 这样学的时候 成功的人不少 所以在这个时代 是要个人 自己发现 目标正确 方向正确 一门深复 这里最重要的 一点一界定会 真感 戒是什么呢 弟子归是戒 感应篇是戒 十三叶道是戒 根本戒 如是道的三个根 这三个根 真正做到了 天天学习 天天改过 天天自信 你的德行 不断向上提升了 一不经 其二不学 这个经会 帮助你得定 的三昧 帮助你开悟 走戒定会 三叶 十件十年 十年之后 无论你 实现的事 在家或者出家身份 都没关系 你都能教化一方 十年时间 十年时间 不算很长 真正肯用功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学什么样的经级 师尊为我们介绍的 祝福如来 为我们介绍的 就是尽宗 尽宗 今天 不多 主要的 主要的 无尽一论 有能力的 可以诠释 无尽一论 都诠释 没有这个能力的 是一样 任何一样 对 五经里面 文字最少的 大师之菩萨 云同章 年卖四十四个字 能不能往生 能不能证过 能 最少的 真正 在这个经里面 开悟了 悟了之后 所有业切经教 全通了 业经通 业切经通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 不可以一开头 就涉猎许多经典 那错误的 那你是 一样一样都通 是一样一样也不通 你的心散乱 不能够集中 所以 你用的时间很长 剩你 可能呢 你三妹都得不到 那就很可惜了 真正一门 专心 真正要体会到 就是 依照古人所讲的 一门深入 要懂得深入 尝试寻修 每一天听一片光碟 这一个光碟 一个小时 听十遍 十个小时 就听一遍 这一个光碟 一天听十遍 明天再换第二片 一步 今天听完了 从头再听 十年不中断 每一天十小时 他怎么会不开我 他心是顶的 血液的门太多了 就不行了 他心是散乱的 他不能击中 他不能击中 那个学法 成就学术 不能得定 不能开悟 那么现在学校 一般学校 都是走这个路 都是走学术 光学多文 成就的知识 不是智慧 他有很丰富的知识 学识 他没有智慧 所以事情出现的时候 他没法再解决 这个现象 这些年来 我见过很多 专家学者 对当前社会 对这个世界的灾变 一筹莫展 确实 他有丰富的知识 他读过很多 从这些地方 我们体会到 接定会的重要 东方的圣者 了不起 几千年 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身在这个现代 受西方的影响 对于中国古人 末世 青诗 不相信他们 自讨不出了 所以作为真干 你就真的回头 对于老祖宗 要有信心 就像早年 方老师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给我谈到 中医 西医的问题 他告诉我 中医 五千年的经验 西医 只有点三百年 你相信五千年的 你还是相信三百年的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 我当时给老师 我相信五千年的 我当时给老师 我相信五千年的 然后他告诉我 西医在二战当中 发明抗生素 救了西医的命 现在我们又听说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 有一种新的病毒 抗生素对它没效了 我相信中医 我相信中医会有效 那问题就是看你 想不相信 中医里头有定会 跟西医不一样 他走的这个路是接定会 任何一门 学书 都离不开 接定会散许 这个路子 古人走了五千多年 在印度还不止 如果我们不相信 希望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那很冒险的事情 你可以去干 看看你能不能做成功 所以光宣如来经发之意 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希望年轻人发心 老人发心也好啊 老人发心会延年一寿 你本来寿命只有六十岁 六十岁发心了 你的寿命会延长 为什么呢 佛真正发心呢 为佛菩萨工作 来救护一切苦难众生 你受命自然延长 六十岁 赶十年 七十岁就出来 在洪法里生 然后就是看你发孕 你孕育做多少年 孕育三十年 你就活一百岁了 一切发从心向神 愿力主宰我们一切 我们要发相愿 拯救群蒙 与真群蒙 真是救助的意思 蒙是蒙雅 群蒙就是指的群生 一切众生 诸如来 以大悲为体 与救一切众生 孤月 与真群蒙 慧苏月 见顿过称所以 虽云 见蒙多特 孤月 真群蒙 见顿 是讲众生的根性 顿时利根 在大臣里面 这个字是专门对禅宗讲的 见识对其他宗派 大臣八个宗 其他七个宗派 都是见词往上提升的 只有禅宗是顿朝的 所以禅宗 借银的对象 上上跟人 其他宗派 他借银的对象 上中下三根 都有 三根 在一生 在一生当中 圆满 成就 只有净土 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 教化众生 一定要懂得 弃吉 切礼 切礼 不违背自信 也就是说 不能违背信的 这点 这点很重要 切记要随顺众生的程度 习信 他学起来容易 顾云 怨心 或者是他的心愿 然此一词 通上下 寒而已 一味 于真群谋 诸如来 以大悲为体 于云 未渡者令渡 未安者令安 这是第一个意思 没有的度 帮助他 度尸 度特 苦海 苦海是行人 六道轮回 帮助众生 脱离六道轮回 这叫度 安身安稳 六道里头 决定没有安稳 身心都得不到安稳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细心就观察 富贵 凭借 都得不到安稳 富贵人 他能安稳吗 他不能 定不下来 事业很多 天天奔波 忙忙碌碌 忙到老死 不知道 古人讲的一句话说 为谁辛苦 为谁忙 确实是如此 我见过 大富贵人 拥有一万财富 他告诉我 晚上睡觉 要吃安眠药 不吃安眠药 他没法子睡觉 你说他多可怜 他多辛苦 要那么多财富 有什么用呢 不过在这个世间 对一个虚名而已 某个地区 首富 对他们有个虚名 实际上他能得不到 什么都得不到 身体也不好 精神也不好 自在安乐 不容易得到 放下才能得到 那拥有 就得不到了 光山道教 皆为之 皆为之也 这语言文 皆为之也 故通善文 第二个呢 为欲 慧 真舍之力 这在底下的文字 为如来 愿众生 如弥陀海部 把极乐世界 比喻作 弥陀愿海 阿弥陀佛确实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到极乐世界 去学习 极乐世界很特殊 你看我们 学经教 学这么多年 看这么多的经书 没有看到 极乐世界 有政府 极乐世界 有过往 没看到 极乐世界 有什么都市 有市长 县长 没看到 有什么做生意 买卖的也没看到 啊 那至于是医院 也没看到 都没有 极乐世界 只有两种人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好像是个学校 这个学校也是 无由 无由限量 也是出生无尽 这学校太大太大了 你看 社防世界的这些 社防祝福 都替他介绍 求生 社防 如果来 哪一个不讲 无量寿经啊 都劝人到那里去 他那里每一天 到那里去上学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啊 真正名副其实 是宇宙之间的 佛教大学 到那个地方 决定没有留级的 升级快慢有 有人升得很快 有人慢一点 决定没有留级 故故毕业 毕业就做佛了 最难得的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一平烦恼没断 到极乐世界 也是一生成就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这一生 太幸运了 遇到这样的法门 如果不是 紧紧把他抓住 我们这一生就恐过了 后悔 莫及了 在这一生当中 什么都是假的 别认真 念佛 修净土 都无量修净 这是真的 这一点不假 一定要认真去看 一交奉献 求生 净土 我们决定 要入 弥陀 远海 真结 在于上说 借归 后一月 祝福 之所以 出行 于是 于是 余说 弥陀 愿烈 惠救 万众生 将为 将为 崩坏 这段话 说得好 这是日本 无量修净 无量修净 有个注解 在这一段经文 他最后的结论 总结 是祝福 所以出行于世 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 释放世界 有佛出世 那个佛 一定是这个愿望 共同这个愿望 都指向 帮助一切苦难的事 脱离 三界 帮助阿弥陀佛 招收这些学生 祝福如来 帮助阿弥陀佛 招生 悔救万众生 将为崩坏 是阿弥陀佛的崩坏 也是一切 祝福如来的崩坏 我们今天读到 不发这个心 辜负了 祝福如来的恩惠 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他们对得起我们 我们对不起他们了 所以认真努力 这一生 做佛去吧 别赶六道了 六道太辛苦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了 我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